因为你没有办法去真正感受到这些和弦跟和声的话 其实对你来说在学习的过程 你是非常有 对我来说是有点障碍的 因为你就等于说 你就像别人可能先看到外面那个图 然后再去解析里面 可是人家因为时间 你要知道演奏的时候 完全是非常快速的 你可能下一个秒 半秒钟就换一个和弦 你如果还要算 你大脑要花那时间 就把里面是哪一个积木组合起来 所以它是大三和弦 小三和弦7、9什么来分析 所以那这个在学习西方古典音乐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的是相对音感的人 做出来的音乐 所以你当然是相对音感 有相对音感的概念的人会学的比较好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 那也是一个累积的过程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相对音感 所以他们做出来的音乐 当然是你相对音感的人学的比较好 你有一个绝对音感进去里面 你是格格不入 身为一个格格不入的人 就是这样的结论 好 好 往下 还有就是我在台大通识课有听到一些惨痛的经验 就是东亚 我觉得东亚特别有这个问题 就是妈妈会逼小朋友有绝对音感 就算他没有什么天分也会在那边逼他 然后小朋友很小就有心理创伤 一辈子都记得 就是他小时候没有办法指认个别的音 然后妈妈会打打他的手掌心 我觉得这真的是教育失败 就是这个到底是应该怪谁 我已经在努力了啊 我有在周小玄跟周小玄老师上一些什么叫做音乐教育的课了啊 真的再强调一下有些作曲家他完全就没有绝对音感 可是他依然是非常棒的做曲家 就是请大家不要再 再破坏这些小朋友那种 很春节的心灵 对对对对 这是另外一个题目 关于音乐教育到底是什么 就是我只有送一句话给各位 让各位有在座的某一些音乐老师们 或者是对音乐有兴趣 我正在 小朋友正有在学的 我送给大家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台湾大部分我从小所观察到的 我们到底给小朋友的是音乐的教育 还是音乐家的教育 我们是应该要先从音乐教育开始 还是先从音乐家的教育开始 音乐教育跟音乐家的教育 跟演奏家的教育的差异性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遇到这个学生 你要给他的是什么教育呢 是音乐教育 是音乐家的教育 还是演奏家的教育 你身为一个音乐老师 你只教他 你会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演奏家 你要教他变成一个演奏家 所以这个事情 想要丢这句话是因为 我就是这样被养大的 但是我还好没有一直 就是被这个观念影响 我就会开始思考说 如果今天我这个学生 我这边有活生生我的学生来 第一件事情我就教他 你不要给我看谱 你问他 他到现在谱都还没有拿出来活 他已经会拉很多裙子 这就是我问的 我没有要训练一个演奏家 我要先从音乐教育开始 然后从音乐教育才有可能变成一个音乐家 总是要有顺序的 好 我在同时可以做过同样的事情 我请一个歌仔系职业演员来交场 然后完全不给乐 然后我就更确实说 请大家就是用口传新手把他学下来 然后台下有些人是从小学习音乐人 然后非常不习惯 然后他联维跟我说他整个脱胎换骨 从白天都不习惯到这个打掉重练 对 那非常感谢 这个本人就是经历非常多次打掉重练 所以今天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给大家看一下老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好稍微讲一点点 我们刚才讲到绝对音感是 听到频率就贴上一个标签 他用到的主要是这个 这个 这是 对 对对对看上面也可以 对 他就算是一个命名的系统 那相反的 那相对音感 他是靠空间的理解 就是把全域当成是这个起伏的线条 所以他用到的是鼎页 对就是这边 是跟空间有关的 空间处理 对 所以等于说相对音感他需要更多的时间 跟更多的大力去计算 那个我刚刚讲那个轮廓 他可以移动上移动下 所以其实相对音感需要更多时间去算 那我没有说 绝对有绝对音感的人没有相对音感 我要理清一下 就是有绝对音感的人也有相对音感 要不然你没办法学 主要的是因为通常有绝对音感很强的人 你通常会比较仰赖你的绝对音感 而不会仰赖比较少去注意到相对音感的部分 因为绝对音感是一个很强的东西 他在0.15秒的时候就控制你对这个音乐的感受 所以他变成说 你常常被他限制或是主宰 那我会觉得就是说 这个是要提醒所有在座可能有绝对音感的人 我们没有把它变成两个世界 只是说通常相对音感的人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他从头到头都没有前面那个人来捣乱 可是有绝对音感的人就是前面那个人讲了什么话 后面那个人的声音 就是你要先听他讲什么话 你才能不能听到后面那个人讲的话 这样 所以有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个 你可能要先跨过他去听后面那个人 只是一个提醒而已 这样子 对 好 躺下来 然后 可能有些人听过莫扎特笑语 他跟相对音感有点关系 就是听到莫扎特双刚 第一大料双刚歌曲 第一个乐章 听完之后你的空间推力能力会增加 这个是有论文指出啦 不管他做的对不对 就是由此一说 那为什么会这样 我跟有一些学者认为是顶叶的关系 就是空间推力能力 跟那个心向旋转有关系 刚才小时候有做过那种自力测验 就看到这个 这个奇怪的东西跟另外一个东西可不可以旋转 然后把它叠在一起 这个就是需要心向旋转能力 然后它跟移掉所需要的顶叶是非常像的 刚才看到这个左边就是在移掉的时候需要的脑袭 也就是相对应感 偏重的脑袭 右边这个图是你在做心向旋转的时候 大脑火化的情况就还蛮像的 嗯 就是说 呃 获得像是另外一个比较复杂的题目 因为这个引起非常大的阵 所以后面有很多人做研究 但刚刚老师讲 这一调的跟心向旋转这个事情 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本人就有觉得 因为我绝对应感真的很强 真的很强 就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有觉得 我在做心向旋转的时候 我是真的有比较需要花时间的 就是一到我在做一些 有的没的测验的感受里面 我就会觉得我其他的东西可能很快 反正算快的 但是我心向旋转就稍微慢一点一点 那我就有 那是一个相对的感觉 那我现在我当时给自我的剖析 是觉得我可能是因为我的绝对应感很强 所以我很多的讯息在 就是在看 看零的这个过程 他真的是一个 卡掉扣重变的一个过程 所以他真的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这样子 好 那我们要 往下 对不起 我们今天要问你多 补充了一下 另外一篇配本 他指出 嗯 有 就是相对应感的人 在听 听旋律的时候 比绝对应感的很多 活化的这篇老区 那这篇老区是跟 就是工作记忆 Working memory 或者是序列处理 有关系的 这篇老区 跟我开始